梁耀忻 你翅膀果然硬了 不 我只是在给官舞会 选择一条更正确的路 你怎么知道 你选的路就是正确的 我还说只有我的路 才走得通呢 你的路 我要立刻行动 刺杀小松公 时期没你想得那么容易 所以我才需要 官舞会所有的力量啊 如果我不配合呢 那你就是在分裂官舞会 那你怎么不说 是你在分裂官舞会呢 联络员 我看你是想错了吧 我十三妹就是官舞会 好 听你的 我们都留下 有信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不过我有个要求 三天以后召集所有人 公开选举打当家的 现在官舞会 正是生死存亡之急 任何判断 都将决定兄弟们的生死 好 就这么定 咱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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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咱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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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板这是 第一次公开反对你的意见吗 他果然是成长了 但是谁都不能挡住我的复仇之路 老松 你马上去召集一个堂口的堂主 我倒要看看在他们心里 是我重要 还是杨有信重要 好 我这就去办 有信 你今天这么一说 就等于彻底核实在内决裂了 决裂就决裂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不识大体的人 早不回来晚不回来 偏偏在这个节骨羊上回来 我都开始怀疑十三妹这么想的名头 到底是谁打出来的 十三妹为了复仇抽空了头脑 我不能让她带着光武会走进死湖头 那要是我们带一部分兄弟先走呢 不行 光武会不能分裂 我也不能放弃剩下的兄弟不管 所以让十三妹退位实在必行 杨大哥 我支持你 像十三妹这样刚愎自用的人 确实不适合再继续当光武会的大当家的了 可是真是要大选 我们也不一定有胜算 实在认为 要走的话 就得所有人一起走 罗哥 你怎么了 困了 困了 走走走 罗长 十三妹先跟你再度见一面 啊 罗哥 你慢点啊 来来来 杨大弟啊 你 接着让你见笑了啊 我 真是好久没这么痛痛快快的 我喝一场了 我这头一笑都炸炸地疼啊 老哥 你这回去得好好休息啊 还有 还有一句话 你得传给嫂子 我今天可没灌你喝酒啊 放心 兄弟 你嫂子现在啊 对我不像以前那样了 再说了 我现在谁啊 还我进攻显赫 不过啊 刚刚还多亏兄弟 你及时叫醒我 不然你想 我这一觉睡到明天白天 暂不说回到府上 跟你嫂子他不好交代 我要是耽误了 今晚这巡逻任务 那就是真的麻烦了 好了 我不多说了 我要带他们去巡逻了啊 改天有空我再来看你 对了 牟村刚那孙子 要是再来找你麻烦 你随时随地来找老哥 多谢老哥 你这回去一定要小心 放心 都自家兄弟 都自家兄弟 弟兄们 咱们也吃饱了 喝足了 开始列队 巡逻 好 好 走 走 走 巡逻 那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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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 我走的这段日子 竟然有这么多人拥戴杨有心 杨老板 本来就是有大本事的人 做到这一点 一点也不奇怪 老宋 你是知道的 我必须要赢 蒋主啊 你放心 该做的 我都回去做 你老实说 是我的做法正确 还是杨有信的做法正确 杨老板 求的是一个吻 而你是为了一个痛快 要说谁的做法正确 我还真说不好 你不用说得这么婉转 我知道在你心里 是认同杨有心的 但是你要清楚 我们为什么会成立光舞会 初心又是什么 就是两个字 报仇 贾主 你知道我为了你 是不顾一切的 是不顾一切的 给罗承的话带到了吗 带到了 不过 他这个人真的会来吗 一定会来 因为我理解他这种人 盗龙 你说 我该怎么办 你说 小梦 我怎么办 都不说话呀 刚出咱们就是来投奔十三妹的对吧 现在能得到她的看重 这是大好事啊 这是我们哥仨最大的梦想啊 没错吧 可杨有心对咱们也是推心致富啊 她也是有大本事的人啊 也对 半年前 我只是个商人 对日本人 这光武汇 对你们新四郡 我是真害怕的 能躲就躲 能避就避 我说的是真的 后来 莫名其妙地加入了光武汇 我真是发怵啊 我就想尽快找到这个十三妹 把这烫熟的山芸扔给她 只有她这样的能人 才能做成大帅 可现在 我站在她的队里面 说不担心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 我做错了没有 喂 别自杨 不担心是她的 杨大哥 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其实你的能力 比你想象中还要厉害很多 我都看在眼里的 其实这些话 我也不敢跟别人说 大家都希望我带他们 闯出一条路来 所以在他们面前 我只能是装出 胸有成主的样子 但是我也很担心 怕让大家失望 不会的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在你身边 加油 我的小母 你在反思我们是吗 我呀是昨天回来 正是忙了一晚上的公务 到现在我就才回来 我男人辛苦了 又打了大胜仗 我不得好好伺候伺候您 什么大胜仗 他呀都是运气运气 是啊 习大团长可威风啊 我听说那凤凰山 差点都让你铲平了 那凤凰山 玉兰儿 我 我这次出去那是去搅供的 搅供 你当我是傻子呀 不是 今天我让你搅供 你骗我 我告诉你 玉兰儿 跟你没完那是我亲和 那是你 那是你大舅子 你敢就这样 我 你放开我 你就没良心了 你就这么对待我 你听我说 你哥他没死 没死 给他给他 假的 假的 是啊 是我 悄悄把你哥的队伍给放走他 放走他 我的姑奶 你小点儿上 你缺心眼还是啥呀 只要是让他们听到 你听着 你吓害死我 不是 你才傻呢 那府上上上下下 都是咱们的人 你怕谁听啊你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啊 只有我那几个心腹知道 其他人 只是知道作家而已 你这 你没骗我 我要是骗你 我当上横子 你真有这么好 哪是 玉兰啊 你说你 能找到像我这么样的男人 那是你上个辈子修来的福分 你知足吧 那疼了吧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早说 就你这个大嘴巴要传出去 让小孙公知道 他还不得堕了我呀 我就那么傻呀 我以为你 哎 不对呀 不是你 带回来的那些尖章啊 枪支啊 都哪儿来的 那小孙公没起一些 那些东西啊 那都是真假货 当然那是 我给你哥买的 买的 哪儿来的钱呢 玉兰 我跟你说 咱不提钱的事啊 我给你讲点这故事 哎哟那精彩 玉兰 我一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 要去缴的那帮弟兄那是你哥 我都有一想啊 那那你哥他就是我哥对不对 要是自己家人这不能打呀 但是后来又一想啊 这也不行 我总得拿一些信物回来 不然的话小孙公他也放不过我 对吧 但是你说我去跟你哥拿这些信物 你哥他也缺枪啊 所以呢 我就想到了 拿钱去买 可是我这钱他哪儿来的呢 所以 我又一想呢 你哥他也不是外人 肉他烂到锅里 金条呢 你个白家子 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啊 好 你看我怎么收 你怎么收拾啊 你拿着来 不是不是 我呢也是为了攒金工啊 你拿我钱攒金工啊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是为了这个家啊 你为了家好是吧 不是不是 你为了家好 你跑出去喝花酒 不是不是 原来你冤枉我 我是去杨家楼了 你是不是又想跟杨有些人 不是不是不是 去杨家楼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这位爷 进来坐坐吧 来 愣着干什么呀 快来呀 呆子 快来呀 来 您坐 以前都没见过您 您是第一次来武艺县 是 来 喝杯水 来 给你喝酒 喝酒 要过来 这是 你 喝酒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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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这只是在你们中国 你该叫闲人跳吧 太军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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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军饶命啊 真不是小子干的太军 都是那个小嫂娘们指使我干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太军 大胡说 大胡说 小嫂娘们 太军饶命啊 杀过人吧 你为什么干这个 躲愁家 太军应着 小的确实是在躲愁家 看看你的手 我不说第二遍 摸过枪 杀过人 你是民兵还是山贼 回台院 小的山伟跟民兵都当我 在哪里 南山 南山 那你认识罗成吗 罗成 认识啊 太认识了 非常非常认识 探险小的在南山的时候 还跟他是一个小队队呢 我们做一笔好买卖 好啊 好 你不怕我杀你吗 既然您刚才都不杀小的 那是不是 以后也不会再杀小的了 聪明人 我秋喜会和聪明人打交道 起来吧 不算是 全部通过去 走 做狗带 这吧 好 装鲜 儿子 从楽乔 他也 eBay 好 坐 十三妹 我只要你一句话 有没有把握杀死小松公 没有 但是我和你一样 只有决心 要做事 就做轰轰烈烈的大事 好 那我该怎么做 来 罗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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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选上委员了 那可不 搜索不知道为什么呀 反正就稀里糊涂选上了 不是 你才入逛我会多久啊 就能选上委员了 不是 不过也好 你一选上委员了 就意味着杨大哥多了一票 对吧 男神巧了成 你懂的 那我现在就去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杨大哥 好 爸爸 妈妈 这一次我又看到了希望 你 就你们一定要小心我 这次我一定会撤狗的 我牟村岗 是最优秀的帝国军官 我一定会撤为将军的 想说什么就说吧 郑主 明天就要大选了 你有没有想过 无论大选的结果如何 你和杨老板之间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我知道 其实杨老板的计划 也未尝不可 你们没有必要闹成这样 你们两个人一文一武 对官吴会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 只是为啥不可吗 你难道不认为 杨老板的方法 比我孤注一掷的暗杀 更好吗 那你为什么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只是她的方法完成起来 她慢了 慢 但至少更安全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我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请你相信我 支持我 郑主 你放心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有些 我们还是有胜算的 毕竟这一段 在武艺县的日子 一些元老跟我们走得很近 我只是在想 十三位她为什么要这样 她一定要这么 决绝地这么做吗 她就这么个人 刚病自幼 有时又不可理喻 她会不会是有什么难处 我们这么逼她 会不会任她 陷入危机之中 就一点 不许 不管她做什么 她也不能把光武会的人 往火坑里带 这光武会 也不是她一个人的 她毕竟对我有恩 要不是她 咱们也没有这杨家能务 再是我当上这二当家的 是她一受取鉴的 咱不能这样做 有心 你现在的身份 毕竟不同了 你要负责的是 光武会这么多兄弟的生死 你不能再这么犹犹豫豫的了 杨大哥 我帮你熬了一碗莲子汤 你去去火吧 想不到你还会做这个 都是我教的 杨大哥 杨大哥 明天选举 你要加油啊 走 请坐 杨大哥 杨大哥 你先前打过山匪 你纷脏不均转投了民兵 后来令这民兵剿灭了以前的继续 毕竿浅你很厉害 你先前打过山匪 你先前打过山匪 你纷脏不均转投了民兵 你纷脏不均转投了民兵 后来令这民兵 后来令这民兵 你喜欢这个吗 我喜欢韭菜的人 那要不从今天开始 你为我工作 带好香味蛇 直接对我负责 有问题吧 您放心 泰君 您说什么 小子就为您做什么 为了黄金 为了泰君 我宁可粉身碎骨 我把命给您都没问题 很合 那你先回去休息 好 你们都以为我认输了 你们都以为我认输了 我偏颇 杨勇欣 你等着吧 杨勇欣 看看怎么接我这第二份大礼 看看怎么接我这第二份大礼 是 属下 一定不辜负殿下的信任 会尽全力去查 对了 好久没有见到慕村刚了 他在做什么 慕村长官 具体我不太清楚 好像是在忙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吧 嗯 有没有 这次我听到 有没有 我听到 你这样子 我会想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白了 你要面临的对手和指掌 如果做得不极致 你偏不了他的 你不想回事 你的伤必须救上加仙伤 等仙伤快越合适 你就可以出动 放心 放心 真傻不了你的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杀你灭口 你要相信你是可以信任我的 我曾经是错过一个人 大家安静一下 我知道今天召开大选事出突然 但是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五一向光武会的情况 我就不多说了 在座的都是光武会的元老 想必都知道 元大当家十三妹受伤离开后 二当家杨老板兼任了大当家一职 但是十三妹如今商誉归来 又和杨老板产生了 斗争理念上的差异 我们今天的大会 只有一个议题 选出光武会新任大当家 十三妹 十三妹 杨老板 杨老板 十三妹 杨老板 十三妹 安静 安静 十三妹 我们的候选人有两位 十三妹 杨老板 老大 咱们到哪儿去找光武会了呀 你呀真是长个猪脑子 找什么光武会呀 咱们哪 就在这巡巡罗做出样子就完了 除非他十三妹现在站到我的面前 咱们什么都不要管 这可是小松公亲自下的命令 咱们这本萧吉代工会不会受罚呀 受罚 我告诉你 找了才会受罚 啊 你就说那牟村刚 他找的倒是积极 接个有这个 没有个有那个 可到头来他得到什么了 他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最后 连自己那个卵蛋都没了 老大 还是你想得开呀 要说呀 你自己也得想一想 这里边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哦 你说咱们要是把那光武会的都给它抓光了 那咱们保安团还有什么用 谁给我们发军饷了 啊 日本人迟早是要走的 我们哪还得在这里边活着 对呀 你说我怎么就想不到了 哎 对了 凤凰山这事你没跟别人说吧 崩了 那可是掉脑袋的事 嗯 对 我可跟你说了 这件事情 咱们一定要烂在肚子里面 到死了都不能说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走 到那边看看 光武会是我们罗家创立的 我爹 我大姐 我二姐 都是为了光武会而死 到现在 就剩下我 有人问我 罗匠珠 你怕不怕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怕 我很怕 我怕在我死前 还没有解放武艺 我怕在我死前 还没能手刃小松弓 好 好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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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欣 这个十三菲还挺多说的 不要想想她 十三菲的名头 大部分都是她创出来的 这些年我受过很多次伤 有几次差点要了自己的小脸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对 因为我知道我光武会的兄弟 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我们有着共同的一个心愿 对不对 解放立线 守着小松弓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冲锋的时候 我第一个 撤退的时候 我留到最后 我请你们放心地把自己交给我 好不好 好 我是谁 是三菲 三菲 殿下 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吗 殿下的心思 属下才不透 你曾经是个优秀的军人 虽然出身帝位 但是你很努力 我非常欣赏当时的你 属下不明白殿下的意思 我收到线报 说你最近经常去风月场所 属下没有 当然 我不相信 因为你没有 但是那个地方 确实是一个登基在岸的暗昌卧点 我很好奇 你去那里 到底是去干什么呢 难道你没有了的东西 又回来了吗 或者 你对已经失去的东西 非常的怀念 那你有没有怀念 我对你的信任 我说的话让你很难过 感到很愤怒对吧 请把愤怒化作动力 重新获得我对你的信任 牟村君 你接受吗 是 是 机会只有一次 莫曾见 来 这段日子里 大伙应该对我有一些了解了 不会再把我当成汉奸了吧 我呢 跟十三位完全不同 他是个战士 我呀 就是个竹子 战斗的事情我一丁点都不懂 我只懂做菜 什么叫菜 食材加调料 再加烹饪 这也就是菜 天时加地利再加人和 这也是菜 吃到口里的是菜 运筹为卧 那也是菜 在我眼里 所以小松公这道菜 该怎么吃怎么做 这里边大有奸 这能不能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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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啊 小松公这道菜 食材外壳坚硬 还带得有刺 一不小心啊 还得把人给遮了 白楼姐 杨大哥说得真好 对吧 吃这样的菜 那就给慢工出细活 先得把他的刺 轻轻地拔掉 然后把他的外壳软化 再轻轻地拔开 才能吃到他的肉 掌柜的 我都流口水了 在我眼里 慕春刚就是小松公的刺 喜百令就是他的壳 先要除掉慕春刚 再侧反喜百令 这就是我的办法 可能没有十三位的办法 来得快 但是足够稳妥 足够安全 大伙愿不愿意 跟我一起做这道菜 然后再一起享用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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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变厉害了 杨老板一直就这么厉害 只是以前 很少在你面前写路而已 那是我小瞧他了 你们两个 真的没有必要闹到这一步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混蛋 我倒要看看 等我半岛也有心 都会关我回后 你还那么地羞辱 计划就开始了 我们总之请 两位候选人至此已结束 现在 开始投票前最后一项流程 候选人辩论 请吧 有信 当初我把光武会交给你的时候 你是怎么答应的 保全光武会实力 保证杨家楼的安全 我想 我做到了 但是你现在要把光武会拱手送给他人 我想问你 你到底是不是光武会的人 送 我想你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想给光武会 找一个可靠的战友 那就是辛斯君 有他们的帮助 解放武艺 铲除小松公 我们会事半功倍的 光武会不加入任何组织 这是写在会归里的 可你能否认辛斯君对我们的帮助吗 辛斯君是想利用我们 想用我们的力量去削弱日本人 这句话 你敢跟天上的老猫说 我不走 你是打荡驾的 你必须走 太老家的 把你的枪给我 我的枪还有子弹 注意 保护好自己 你给我走 老猫 老猫为了我们光武会牺牲 我感激他一辈子 你不追好 你不追好 久不追过 你不追走 你不追她 你不追的 土地早已被伤痛覆盖 那枪声仿佛临别的告白 我承认我也无法释怀 汤树光受困阴霾 还有多少信仰萦绕在胸怀 你开始对生死有了担待 你不说我心早已明白 那些不愿被挽去的膝盖 怎能接受一个篝火的未来 也许你此时早已经离开 我心为更多人站起来 那些终架被遗忘的尘埃 默默不救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忽然明白你从未离开 我看见开始有鲜花盛开 我看见有鲜花盛开 我看见有鲜花盛开 很远